MING PAO TORONTO 越多的品牌开始为富士相机制作镜头了 这是一件好事 有之前测试过的腾龙 现在呢又有新的试码 再加上之前的这些手动镜头厂商啊 富士相机用户还真是挺有福气的了 但是呢我发现有个问题 手动镜头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自动镜头那么的容易上手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帮大家答疑解惑 解决一下在使用手动镜头的时候 该设置哪些相机当中的参数 能够提升您在使用手动镜头时候的体验感和成功率 在城市里带久了 能够找到一个这么安静的地儿 实属不易啊 太值得珍惜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购买这种手动对焦镜头 马上您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非常严肃 这块门怎么按不下去啊 第一个设置进入到设置菜单 也就是最下方的这个菜单 在里面有一个按钮拨盘设置 进入到第二页 有一个叫做无镜头拍摄 把这个一定要打开 这样呢您的快门就可以按进去了 如果仔细看这种手动对焦镜头的 后边的这个卡口呢 您也发现它的设计啊 非常的简单 什么都没有 而原厂的这种自动对焦镜头呢 比它多了这么一个芯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您装上这种手动对焦镜头的时候 相机没有办法按下快门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对于相机来讲 您就是没装镜头 因为它呀识别不到这个芯片 所以呢 打开这个设置 这个问题啊就彻底解决了 即便是您平时不用这个手动镜头的时候 这个设置也可以打开 一点都不碍事 既然是手动对焦镜头呢 那咱们这个相机呢 就必须要设置到手动对焦模式 因为您要打开这个设置之后 下边的这几个设置啊 才能够生效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 在我的相机屏幕上 经常会出现红色的彩条状的东西 这些红色的小点啊 就是我此时此刻的一个对焦位置的提示 在菜单当中进入到AF MF当中 在第二页找到手动聚焦助手 进入这个菜单之后呢 您会发现其实它一共有四种 数码列相屏和微棱镜 说实话我都试过 总之大多数时间我都觉得它不好用 所以我呢 一直都停留在使用这个峰值对焦模式上 进入峰值对焦 在这里边呢您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作为提示 那就看您自己个人更喜欢哪一种颜色 而我呢更偏向于红色高光这个选项 打开了峰值对焦之后呢 您现在的这个对焦过程当中啊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红点了 但是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位置好像不准 接下来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设置 来辅助这个峰值对焦 因为我们用的是手动镜头 并且刚才我们打开的是无镜头拍摄 也就是对于相机来讲 咱们现在啊就跟没有镜头没什么区别 所以呢 它当然不知道我们此时此刻使用的是什么焦段的镜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手动给出一个指令来告诉相机 此时此刻我们用的这个镜头是多少焦段的 这样刚才设置的那个峰值对焦 它所最终出现的那个对焦结果才能是正确的 进入到拍摄设置 也就是这个小相机的图标 然后进入到第二页 有一个叫做转接环设置 进入这个设置 镜头一啊还是保留零毫米 因为我们还要平时使用那些自动对焦的镜头呢 那些变焦镜头啊 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在的 所以呢镜头一设置为零毫米 下面的23456 我分别设置成了我另外五个手动对焦镜头的镜头焦段 比如此时此刻呢 我使用的是50毫米 那么我就选择我的镜头五50毫米 当您第一次的时候是需要设置一下这个数字的 但是之后呢 您就不需要再一直按下menu ok这个键了 只需要把这个选项啊 给调到镜头五上 然后返回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50了 这个时候呢 您就会发现 现在的这个对焦点就和刚才不太一样了 找到对焦点拍一张 问题解决 您有没有感觉到 在使用手动对焦镜头的时候 其实挺难对焦的 因为屏幕太小 根本就看不清楚上边的细节 比如现在这个画面呢 内容非常的凌乱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按下这个按键 放大局部 然后在波轮转动的时候呢 它会放到更大 或者是缩小 它所放大的位置啊 是您此时此刻对焦点的位置 尽管现在我是在手动对焦模式下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对焦点的 我把对焦点移动到这儿 按下这个键 它就会放大这里 我把它放到别的位置 按下之后 就会放大别的位置 放大 对焦 按下快门 刚才这种放大局部 来观察细节进行对焦的方法呢 适用于偶尔您需要放大一下 比如说大多数情况下 您拍的东西都能够看清楚 只是偶尔呢 想要看一下这个细节 有没有对焦上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始终都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拍摄 在相机当中呢 还真有这么一个设置 能够实现这个 首先呢 进入到彩单当中 进到设置 里面的屏幕设置 一直往下翻 有一个叫做双显示屏设置 进入它 我呢 使用的是下边的这个选项 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呢 还要进行一番设置 才能显示出来 平时咱们拍摄呢 也就是这个画面 它其实是单屏幕模式 按下 Displayback这个键 再按 再按 它现在就是刚才那个设置 所描述的 双显示屏设置 也就是 左侧为对焦细节 右侧为我的构图 您可以改变一下 对焦点的位置 来观察 细节 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每次 再按下这个放大键 就可以直接实现一个 放大局部的效果了 除此之外呢 可能有小伙伴 会遇到一些 显示屏上的颜色 和最终拍出来的照片颜色 以及曝光不一致的问题 还是进入到 设置界面 也就是最后一个 小扳手的图标 然后呢 进入到屏幕设置 一直往下翻 直到您看到 一个叫做 手动模式下 预览曝光和白平衡 进入到这个设置之后呢 选择预览曝光 和白平衡这个选项 还有呢 就是下边这个 自然实时试图 我呢 是把它给关闭的 关闭的时候 实际上是显示着 现在我们相机内 设置参数的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您选择了 胶片模拟 或者说有其他的设置 那么关闭它 就会显现出 这些设置 也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啊 都是带着胶片模拟颜色的 那么如果您把它给打开了 那它永远显示的就是 实际画面的样子 而不是相机设置 而不是相机设置出来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两个设置 可能会导致了您的相机 最终显示出来的曝光 或者是颜色不准确的问题 这一期的复视开小灶呢 就分享这些吧 感谢大家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分享这些内容呢 是真心的希望 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用处 毕竟咱们花这么多钱 买了设备 也许手动对焦镜头它不贵 但是呢 它也得好几百 所以啊 真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用好手上的设备 咱别因为相机使用的方法不对 到处觉得自己买的这个东西啊 一无实处 其实呢 每一个设备 每一个东西呢 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咱们呢 就是把它的缺点给避开 用它的优点就好了 您说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